各位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Green IT 其實Green IT在科技方面也有人稱它為Green Computing,就是綠能運算 我今天講的會比較偏向,就是比較一般的Green IT的概念 然後比較偏向節省電力,還有如何減少機器的數量來達到虛擬化,然後減能的效果 然後這是今天我要講的內容,就是什麼是Green IT,然後何謂Green IT 然後我舉的例子是,第一個是由電源規劃來出發,然後做Green IT 然後第二個是虛擬化主機,怎麼來達到Green IT的效果 然後第三個是虛擬世界與Green IT的關係 為什麼要Green IT呢,就是因為現在目前地球的能源 所消耗的能源已經超乎我們所能想像的 而且這些能源並不是每一個都是很有效的使用 而是大波數我們看到的很多data center裡面 它其實主機都是放著在跑,可是沒有真正的有效的利用率 所以基於這個原因我們要使這些機器能夠更有效的去利用 然後Green IT也能,也要去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過度的排放廢棄物 就是我們其實在製造這些東西的時候 會排放很多就是最環境有害的廢棄物 而且在回收的時候這些東西一樣是有毒的 並不能很有效的回收 然後這些東西到最後回收以後 這些毒害就會到一些比較未開發的國家去 然後其實在講Green IT之前 現在有很多產品,不管是資訊產品 或是我們平常在吃的東西 其實它都有一個碳足機 就從它的原物料生產 然後製造到包括送出的這些過程的產生 就是產生碳的那個量把它加在一起 就是這個物品的碳足機 然後用碳足機來判斷這個物品 就是是否是一個Green的一個概念 然後其實這個數據其實很恐怖 就是在2006年的時候 就Server和Data Center 就在美國總共消耗了611度的電量 然後它相當於美國總用電量的1.5% 然後大概是45億美元的電力成本 然後好像可以供58萬戶的那個居民 就平均的使用電力 然後其實如果我們在休閒模式中 就是讓螢幕可以在我們不使用的時候 進入休閒模式 可以有就是原本消耗的100瓦降至10瓦 然後如果我們的Data Center裡面 能夠有效的去利用虛擬主機 來取代實體主機的話 其實可以減少到65%的實體主機量 然後其實這個還要搭配上 那有一些虛擬主機的一些機制 而且要現在比較比較新的電腦 然後去搭配才會顯得出這個效用 然後當我們不用電腦的時候 關上主機以後 每台主機其實每年可以減少 就是25美元到75美元的電費 然後其實如果你看 其實每台主機 就是每台主機 看起來是這麼少的量 如果每個人每天都要用到電腦的話 然後全球加起來其實可以生很多點 然後根據聯合國的一項調查 就是製造一台做上平電腦加上螢幕 如果總重為24公斤的話 它將使用到差10倍的化石燃料 就是大約240公斤的化石燃料 然後22公斤的化學燃料 和1500公斤的水 所以有了這些前提 我們才會更積極的想去處理這些問題 然後讓我們的環境更好 然後讓地球能永續經營下去 我們所謂的Green IT 第一個是綠色使用 就是減少能源的消耗 能讓能源能充分的去利用 而不是變成一個沒有用的廢能 或是熱能去消耗在我們的 消耗在我們的這個世界裡 然後這樣就很浪費 而且我們的資源是有限的 然後綠色處理是 當我們的東西廢棄的時候 要妥善回收再利用 而不是廢棄的時候 就將它當作廢棄物就丟掉了 其實這是很不環保的 然後也會造成環境的毒害 然後綠色設計是 當我們在設計一個物品的時候 我們就要設計 它是節能和無害 就是無害環境的零件 不要等到到時候要回收的時候 才發現說它對環境的毒害這麼大 而且需要消耗這麼多能源 然後在綠色製造裡面就是 在我們的製造過程中 我們就要去考慮到 我們所排放的東西 或是製造這項 這項產品所對 所對我們 周遭環境的影響 就要把它降到最少 然後Going IT 在這個產業裡面 大致上是以這個 四個原則為概念 等一下 這個其實 如果是把全體工程的Life Cycle 考慮進去的話 其實還有前面還有 綠色的分析 綠色的規劃 在前面 後面還有什麼 製造完設計 它使用 使用它有減少 使用它有回復 然後最後 它變 太廢棄了 你找最後處理 這個整個Life Cycle 通通這個 考慮進去 那 也就是說 比如這個綠色 如果 就像我剛才前面講的 你考慮一個點不罷 不見得是真的綠色 那它可能在 在這點裡面 看起來是幾點的 那我更多做好 我通通的這個 一個綠色性我做好 那最後面的維護呢 我後面的維護 有可能是非常的不綠色 那這個 那像在前一頁 那最後有提到 水的這個部分 水其實跟電 我剛開始講人員 但水跟人員其實 非常非常的相關 所以 所以說 像Google 他們要做大的 Data warehouse Data Determat 都會在哪裡 都會在靠水的地方 可能電場一樣 我們電場都是靠海邊 所以 這個 要冷卻 要 得大的 這個 Data Determat 一定是要跟 水非常非常相關 人家取得 水的 對水資源是 像電子 剛好 颱風一來 那北部的 基隆跟水流 水光又 結局電腦 太大了 太小了 所以 水跟電 非常非常相關 其實如果 在我們個人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做 就是當我們不使用 就是不使用電腦的時候 可以 不只是電腦 不使用這些資訊產品的時候 可以 將電源關閉 然後 現在其實 作業系統裡面 都有 電源計畫 然後 就是去調整那個電源計畫 能 能幫助我們 就是讓電腦 進入一個省電的狀態 然後 減少不必要的硬體供應 像是 都邊產品 如果沒有必要的話 就可以先拔除掉 不要讓它供電 就會減少不必要電能供應 還有 如果不必要的 就是不必要的東西 其實可以 不用印出來 就可以減少 紙和墨水的使用量 因為目前 紙也都是由 樹木所製造成的 所以 就是減少 紙和墨水的使用量 會對 我們的地球人去經營 會比較好 然後最後一個 就是選用綠色標章的產品 然後 從這邊我來做一個切入點 是從電源管理這邊來做切入